镜头转回台湾 一粒一修劳动新法上路 行政院长林全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坦言 修劳击法的目的是要减少劳工工时 但相对要付出社会代价 涨价是必然结果 一粒一修新法上路 但餐饮业、运输业、娱乐业却吹起涨价风 行政院长林全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说 修法是希望让劳工、劳动条件变好 能借此多雇用劳工、解决失业率问题 降低工时等 可说是易于多吃 不过林全也说 工时减少后要维持生产力不变 雇主就只好多雇劳工、多付加班费 人师成本增加的结果 就是反映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上 对此企业大佬说 你现在工资已经这么久没有涨 又是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中国人讲的话 先拼经济再讲吧 所谓的这个加班费啊等等 这些的规定可能就会比较 或者工作时间的长度 它会有一个限制等等 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 做了以后再看看再检查 必须要修改的地方 以政府的高度 以政府为了全民的利益 应该提出一个办法 来修正或者配套的措施来应用 平面媒体写道 未来如果台北餐一夜为了节省人力成本 与欧洲国家一样 选择周六不营业 林全说 就认了吧 这是走向现代化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过林全也对媒体说 不希望带动全面性物价上涨 行政院人会密切关注通膨效应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